同学们,俗话说呀,万丈高楼平地起,想要写好作文就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要热爱生活,善于观察,抓住特点和重点,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。 小丽,哪去?到老师家去?她约我上她家补课。 太好了,我也去,可以吗?好呀,一道去吧。 小丽的这句话省略了必要的词,我。完整的句子应该是,我到老师家去。 但由于有了具体的对话环境,我们还是能听得懂的。 可是,一旦离开了这个环境,有的人一定就会问了,是谁到老师家去呀? 如果因为丢了某个词,别人就听不懂,看不懂了,我们说它是不完整的句子。 所以啊,我们说话写文章,第一个要求应当是说好,写好每一个句子,让人听得懂,看得懂。 那么,怎样才能说好写好一句话呢? 我们来看看下面几个句子。 这是周大伟,小冬是一名学生,他们看电影,天气真热。 这是一些常见的句子,他们分别回答了什么问题呢? 第一句话,这是周大伟,回答了这是谁的问题。 第二句话,小冬是一名学生,回答了谁是什么的问题。 第三句话,他们在看电影,回答了谁做什么的问题。 第四句话,天气真热,回答了什么怎么样的问题。 回答得很好,那从这四个句子的简单分析中,我们还会发现什么呢? 每一个句子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。 好了,现在我们已经知道,说一句完整的话,或是写一个完整的句子,就是要把这两个部分一样不少地说出来或是写出来。 那么,是不是什么时候句子都得完整地说出来或者写出来呢? 不是的,一句不完整的话可以出现在一段对话里面。 比如,前面一个对话,到老师家去,是不完整的句子,就是出现在具体的对话环境中,一句不完整的话还可以出现在一篇文章里面,因为文章本身就存在一个语言环境。 对,一句不完整的话,当出现在一段对话或是一篇文章里面,应当是人们通过上下文的联系,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缺少的部分。 写一句完整的话,还得借助标点符号来表达语气停顿,请同学们不要忘记。 同学们,请看下面的情景,你们能用一句完整的话把下面的情景表达出来吗?请你把答案写下来。 答案可以是,这是一盆盛开的鲜花,星期天,小明在家里打法卫生。 看清楚了吗? 小军跑得怎么样呢? 跑得快。 那,小霞跑得怎么样呢? 跑得慢。 想一想,如果就小军和小霞跑步的快、慢,用一句话来表述,可以怎么说呢? 可以把小军跑得快和小霞跑得慢,两句话合到一起,说成一个大句子,还要使用逗号来连接这两个句子,使它成为一句话。 对了,这样一个大句子,说的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情况。 同学们再看。 你们能说说爷爷在干什么吗? 在看报纸。 那,奶奶在干什么呢? 奶奶在看电视。 如果要用一句话说出他们在干什么,可以怎么说呢? 老师可以这样说。 爷爷在看报纸,奶奶在看电视,两句中间用逗号连接。 很好。 这啊,是由两个简单的句子合成的大句子,分别说了相关的两个事物的两个方面。 在一个句子里,分别写了一个事物相关的几个事物的几个方面。 这种句子,我们叫做并列句。 生活中啊,常常有一些复杂的意思要表达,因此呢,我们也少不了要使用并列句。 比如,妈妈爱我,我爱她,这是我的书,那是你的笔。 警察身穿制服,头戴大概帽,胳膊上还戴着臂章。 在喝饮料之前都做了哪些动作? 首先是拉开冰箱门,接着是,是取出饮料,然后,是拧开盖子。 那,最后是,喝啊! 对,说得很好,说得很清楚,这四个连续的动作构成了比较复杂的意思。 那,怎么样用一句话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呢? 我会,我会,小明。 对,路火堡ero会。 对,说得很好。